監視小組會同檢察官 與梅花派出所遠景 在新竹尖石鄉景平村的一處農地 進行改造槍枝致死的採證 七十五年次的吳文強 十一月六號晚間九點二十分 在這個環境攻撐此改造槍枝 進行狩獵 卻誤殺四十年次的半江 鄭松 第一時間抵達現場的 尖石消防隊小隊長 細數事發後續 吳文強向警方攻撐 因為范江鄭松微弱的頭燈 誤以為是山豬的眼睛 因此扣下板機射擊 子彈射中了范江鄭松的咽喉部位 雖然在救護車內進行搶救 但到院前已無生命跡象 警方在十一月七號上午 對吳文強進行筆錄 並重返事發現場 進行監視偵查 家族表示因這個環境 經常出現山豬 是平時的狩獵的地點 但因為沒有路燈 夜間視線差 才會發生這起遺憾事件 看不出來視線那麼差 當然會一般打獵的人 那會誤認以為是獵物 我所站立的這個位置 也就是射擊手 在十一月六號晚間九點的時候 所站立的一個射擊點 而它的一個彈鐸的位置 就在前方約莫二十八公尺的環境 監視小組認定工業敵火 喜德丁所知道出來的子彈 有效射距為四十公尺 當下測出射距為二十八公尺 找到射殺的鋼豬 卻騙尋不著工業敵火的殘骸 橫山分局警隊偵辦進度提出回應 警方針對相關人員偵訊後整案還有待檢調繼續偵辦 接著巴魯阿立 新竹尖石 橫山採訪報導